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这节目挺有意思的呀 你们这节目实际上 咱们这关系相当不错 怎么谁都不问我说下面谁呀 怎么问都问不过 是你刚才有意思吗 你在楼里边 我来了 你喊的你万一还要停着 那你不让我知道 我也跟你搅和了 所以你这人 还是你们也不带这样的 我车停了20分钟在停车场 我就看看谁来 然后呢 你们就公主人在我车前头晃 晃了 然后跟大佬人家下车吧 你叮叮半天了 谁呀 男女都不说 那不能说 关键那位是老北京人啊 北京人 北京人过年有什么习俗呀 跟大家分享分享 你印象最深的 我印象最深的呀 是分两种 一种是胡同长大的 一种是大院长大的 您是 我是大院长大的 过年我印象最深的是 自行车上必须倒吊的一只鸡 倒吊一只鸡 哎 必须是公鸡 这什么说法 哎 就是好像得买一只鸡回来 然后呢要看着鸦鸡 嗯 啊 同时呢 一定要什么时候闻到有花椒大料的味儿 开始卖年糕了就要过年了 也就是说 然后那会儿买那个鞭炮啊 一摆的那个小边 拆了 买完就去拆了 拆了一个鸡兜里头 嗯 然后点完就看女生在什么地方 你这样啊 我比他们厉害 我是北京市和平里地区 小鸡大王 短鸟冠军 什么叫短鸟吧 短鸟你不知道吗 过年时候一摆挂的小边 嗯 要搁在这儿 搁这儿啊 点火 点完之后 他 马上就要炸的时候 用手要给他捏灭了 知道吗 谁的鸟越短 谁就是冠军 我那个绝对冠军 因为他炸了 而且呢 出事的时候 我还印象最深的时候 亲生父母都救不了你 我爸我妈在床 正睡着觉 我捏 我挑战自己 一捏长的 一捏长的 不行 他最短 一高兴 一抬手 他又着了 啪啪啪啪 咋不着 我爸我妈就很 看着他的亲儿 儿子炸了好几秒啊 然后冒边了 怎么了儿子 没事 你们帅吧 炸完了 然后呢 还有一次就是 过年的时候 追什么我忘了 摔了个大跟头 把舌头弦摔断了 那是我过年 天哪 而且我本身就是过年生的 大年初一生日 您哪 本来我妈计划呢 是过完年生我 但大年初一的生日 那天被鞭炮 封在那脚面上 砰一声 我妈一紧张 我就来到了人间 而且吧 我还属猴 我属猴 所以基本上 我也是被炸出来的 所以记住 我的生日是大年初一 猴年 猴年炸出来的 所以到现在 我永远不动鞭炮 对 前一阵拍戏有炸点 拍完之后 他们导演说 那老师 你演得太真实了 太好 知道您腿不好 每次您跑得 比我厂功都快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只要听着 砰的一响 就自动地说 所以 你说我后来没脖子 是因为这事 找着原因了 找着原因了 对 就一直肿的 没削过肿 就炸肿了 而且他们还骗我 过年的时候 说二十九点完了 能扔 我扔完之后 那身是出 第二身是到我这儿下 把风扎一下 而且我们小的时候 我都觉得 现在都没有这样的地儿了 我们那个家里有菜窖 你听说过吗 我怎么不知道 我被菜窖 光过三个小时啊 和一堆大白菜在一起 你没事 玩藏闷闷啊 和一女生啊 我们俩在菜窖里面当着 后来他们不找了 回去吃饭去了 不找了 然后呢 然后女生她爸爸对我也 误会我了 不是那你出了不得了吗 女生没出去 我出去干嘛去 而且那个菜窖 特别窄 楼梯下来 旁边就是白菜 她还敢跟人家来找 对呀 你得找啊 你不能天 你咱玩藏闷闷 咱得有规则 你得找 哪说人找不着 你回去吃饭去了 过年的时候 那会儿 饺子有普通面的 还有附墙粉的 每次 你甭管我们那楼 哪个号门包饺子 我很快就能闻出来 而且我能非常精准地走到锅台旁边 记住了 不要管人要饺子 你就在那站着看着她 一会儿她煮完了 北方说尝一尝煮熟没有 她就会拿两个给你尝 你就说没太熟 她接着煮 煮完这熟了吗 再吃一个 快了 她再煮还给你尝 你吃饱了 说熟了阿姨 来来来 又猜啊 又猜了 我猜不出来啊 我谁啊 我这 他肯定猜不到我 喷他 谁啊 你看谁来了 谁看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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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叫什么名字 你不要告诉我你姓什么 你就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就行 他要告诉你 他就是给你送过饺子的人 这肯定这问题他也不能答是吧 肯定是 您是先生还是女士 女士 坏了 我这一辈子认识的女士 比较少 很多 女士 你是北京人吗 在北京工作 哦 知道了 第三个问题 您单位在哪啊 哪个单位的 西城 女的在北京工作就在西城 西城都是什么地方呢 有西单 是延长案件吗 我这啥啊 您是从事取义方面的工作的吗 哎呀 挺厉害呀 应该不属于吧 看错了 哎 我跟你说啊 你后面还有好几个嘉宾呢 谁知道你看的是哪个呀 来吧 第五个问题 我们一起共同上过王芳的节目吗 王芳和王威念老师的节目 一起 上过 啊 海燕 还是海燕 海燕又回来了 对呀 海燕你又回来了吗 那请吓人的 来给你报喜来了 这也太快了 这个我就等着撕吧 好 因为这节目不可能你能猜到 绝无可能 就是他 没错 谁 呃 宋宁 宋宁 好 那到底二号房间是不是宋宁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五 六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 二号房间 我差一点 打错了 打错了 哎呦 你看谁来了 欢迎杨磊 我就差一点 咱们是不是在一起 她是登上烟式春晚舞台的小品女演员 凭借精湛演技一举成名 真棒 那你说 玉像执萨 凉粉 她用独特的洋式风格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把你跟她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来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亚米 今日做客 你看谁来了 她将如何回忆自己的春节记忆 我就差一步 我就差一步 弟弟 我一猜你就猜不到 他们还问我说 纳雷有可能猜到你 我有可能猜到 你竟然猜到了 一起上节目都没猜到他 我只要他再给我一个问题 我就开始问您了 看来是显然是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印象 我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因为我们看来合作的还是太少了 明年要更多 没错 但是杨姐 我问的问你可是奔着方向去的 对呀 你是奔着宋宁和海燕去的 不不不不 你是不是真的 我真的骗你 你是不是之前看到了 看见他被人了 我没有看见 不可能 我的厕所 卫生间是在房子里头 他看不见 你们房间有卫生间 对的 那我上的是外面公共厕所 对 我说那么冷的呢 问题是我特别想知道 你的助手老高给你比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老高说的是这个 你狭眼神啊 老高在那儿 刚才点头对了 但是高一铭明白我要说谁了 他要说谁啊 你看我第一个 是不是在北京 一起上没上过节目 而且我全说的是实话 一点没给你往歪道上去领 而且我还问了 就是一些相关的事件 对啊 那你怎么能没做到呢 然后老高就给你比划这个 那你就应该认定是杨雷了 你怎么就还能想起来是宋宁呢 你心里怎么就有宋宁呢 我这心呢 挖凉挖凉的也 对啊 你就都猜成这了 人家还猜成宋宁 他如果再问说 你还有一个问题 我直接能叫出您名字来 我真不信 你回事 来不及了 应该说过春节了 我特别高兴 今天所有来到我们春节 特别节目的 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大概20天前呢 就联系杨磊姐 她是我们联系的第一位嘉宾 我当时就觉得 就是她是春节联欢晚会 一张很有代表性的脸 所以我特别希望她来啊 杨磊的一段小品 曾经呢 给我们每一个那个年代的 中国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乖生命 传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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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把东西都给你卖号了 咋样 我疼的恨 坚持住 坚持就死生命 坐 慢慢溜着坐 我怕的恨 不要害怕 一切保在我身上 咋了 六千筐 我恶力 恶力 哎呀 行行行行行行行 晨凡 只要你给我送一个胖孝子 我就是伤田烂远 瞎河浊 别我都能行 你看 咱现在有钱了 你说 你想吃啥 挤蛋糕 不吃 牛奶咖啡 哎呀 那不吃 对对对 不吃不吃 啊 习惨 哦 咱不吃我 不吃我 咱不吃我 真棒 那你说 欲向吃啥 凉份 哎呀 太经典的作品了 这一看真是感觉 映了现在的这个电影芳华 就感觉是芳华不在 真的是 你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一看那个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你演的特真实 现在一看你那种没生过孩子 你能看着我感觉 现在一看你感觉没生过孩子吗 对呀 你肯定是 一看没经验呢 但是我当时演完了之后 所有人都觉得 呀 演的太像了 我说 最起码我没生过孩子 我三个姐姐生过孩子呀 我可以看我能看着他们 这个动作 举手投足 怎么走路 这个动作 太像了 对 这个动作很像 对呀 真是恍如隔日 这小品你看过吧 当然看过呀 哎呀 太小了没有看过呢 我 所以当初 火的山崩地裂 那是 他叫一夜暴火 巨星 巨星 当时真是巨星 一夜暴火 那真的是 那个小品真是 就是播出以后的第二天 是不是就 所有走在路上的人 基本上都能认识你 那会儿真是不知道 电视的力量有这么大 不知道春节晚会的 这个收视的 这么厉害 我们第二天坐到飞机上 我都到现在 我觉得不可思议 你演这么个小品 你还都扮上戴着头巾 你一上去 虽然说叫不出你的名字 就能说 哎呀 蠢范 蠢范 就是我这个人物的名字 叫春 春芳 你看你跟我多有缘分 小范 小范吗 小范吗 对 然后等到回到西安 大年初一的早上 你就听着满城的喊 蠢范儿 饿要胜利 蠢范儿 你要减持住 哎呀 就真的是没有想到 满大街了 尤其你回到的是西安 没错 你们当时用的又是西安的方言 所以说西安人觉得更亲 说的不太利索呢 到现在 真的这方面 其实我语言的天赋特别的差 你是陕西人 我应该是 我祖籍是山西 但是在西安生啊 土生土长啊 那你怎么能不会说陕西话呢 因为可能从小 我是生活在部队的大院里 后来又到了话剧团 基本上都是普通话 所以到现在方言 感觉是说的很 普通话 哎 恰恰是因为我说的不地道 全国的观众 最接受的是我这版 哎 是不是 你要太地道了听不懂 对 哎 你倒口倒得行吗 我会倒东北话 我 我们几个可能说东北话都可以 因为我们都是北方人 对 但是我也 我跟王文念老师认识这么多年了 他熟悉的河南话 我还是一句都没学会 哇 您说一句 我虽然是这个 陕西老乡 但是我这个河南话说的是绝对标准 所以在这里代表我的老甲 陕西老乡 我刚给劝国的老百姓摆个念 祝大家过年好 可待劲 可待劲 很耐劲啊 没有冒病吧 没有冒病 没有冒病 对 今天呢那位老师来到这里啊 特别开心 我该说过年贺词了 是的 新年贺词 其实我应该 我基本上猜出是你 你还在这儿说呢 弟弟晚了 真的 再找吧 没什么意义了 对 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俩的结词 真的 准确吗 你放心吧 后面的人还没来呢 还在路上呢 是海样 但是还把给大家拜个年 过年了 像我们感觉呢 每年过得太快了 是啊 我希望呢 新的一年当中呢 低下头来 跟自己的过去比 能够轻松一下 放松一下 都陪陪家人 我觉得呢 特别是陪陪老人 应该是这一年当中 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太好了 下次也 谢谢那位老师 下次再见 过年好 给老妈问好 过年好 过年好 虽然你没有菜 其实我菜出来了 再见